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102观星总部 平时看到一众的韩星 妆容方面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经常是叽叽叽叽叽反光的感觉 最初香港人看得不是那么惯 其实这种水润的感觉 就是韩星们非常追求的美机装 究竟怎样才化到呢? 一起看看以下的示范 我们平时经常在报纸或雜誌上 看到的韩星的样子看上去很有光泽感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来化妆师Ricky 跟我们讲一下 如何化这些有光泽感的美机韩妆 好吗? 其实我认为底妆很重要 就是如何令那质感有光泽 和水暖的效果 所以大家会用美肌的妆容 我觉得第一步可以先用一些 胸油的底膜塗在T字位 或者两边出油比较多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塗在这些位置上 塗在这些位置上 而且很多时候塗在这些底膜 都会变得牙色了 我们就可以利用第二步 或者是一些调色的底霜 又或者是一些粉底液去打两具 那调色是否整个美肌妆容 中最重要的一環 你可以说吗 绝对是 因为色澤看上去干滑 而且一致的话 粉底的效果会更漂亮 好,第二步 我觉得可以做的是 现在很流行的气剪粉 现在的气剪粉 可以做到调色的作用 最主要可以塗在光影的位置 对 以你的肤色为例 因为你的肤偏深色 你可以用橙筒 例如我们用这些气剪粉 除了在一些特别需要光泽的位置 是否全面用都没问题 没问题 但如果全面用 最担心的是 整个面会变得很平板 像一张白纸 所以我们可以塗在光影位置 例如骨头、鼻梁、眉骨、拳骨等 另外就是下巴 可以说大部分是骨头 比较突出的位置 对,可以塗在它 引起它 那就可以令臉很轮廓 第三步,如果你想遮瑕度 遮瑕度比较多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粉底液 但粉底液 我们这次可以选一些水润膏 而且塗在上面后 有些光杂感透亮 那些粉底液就最好 但有时可能会看到 在电视上或报纸雜誌 看到它们 好像表面反光 那会否被人觉得 好像有很多面油的感觉 面油 其实面油是整块面 都有油光满面的感觉 但如果你只是光影位置 有些光杂感的话 感觉就不油粒粒了 想画得像朴迅慧和何智云 这些自然的妆容 当然除了跟自己的眉形 轻轻地画出来之外 在眼线和眼影上 也要做一些比较淡的颜色 就会自然一点吧 对,其实淡色一点 看上去的颜色就会清純一点 是 亦可以配合橙色 或者橙色胭脂和橙色嘴 看上去的颜色就很清新 但美肌的妆容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步骤 就是做定妆 正确,其实定妆可以控制油 因为很多女生都怕 整块面都很满面油光 油粒粒的 可以用一些里面有些脂質 即有些礦物成分的水分 可以留在面部的位置 轻轻引起 好,我们可以在颜色的位置 即是比较容易出油的位置 对,出油的位置 我们可以用一些浅色的水分 眼底也是我们要焦点一天 很多时候眼睛比较容易出油 最后也可以噴上定妆噴霧 可以令粉和臉会更加黏白 再噴上三秒钟后 令妆乾了 如果定妆噴霧乾了 臉会很自然 但除了妆外 髮型上 我们也有一些需要留意 才可以配合整个美肌的妆容 其实很多女生 例如薄信胃 或是何志愿 其实她们很喜欢用直头发 是 吹一把很漂亮的直头发 而且有光澤感 妆容可以更加突出 今天也谢谢Ricky 教了我们化韩式的美肌妆容